接下来亮相的食材可不简单 你看我身边这么多水果嘛 这个不止水果哟 你看这水果蔬菜一箩筐 但颜色还挺统一的 南瓜 菜椒 辣椒 橙子 柠檬 芒果 这么多瓜果蔬菜凑到一起 莫非是要制作火焰五常鱼的灵魂蜜料 黄金酱 就在这时 丁大厨拿出了一对不太常见的工具 这个不是木头棒子吗 这有什么用呀 你不要问了 跟我走吧 好 跟你走 好 带上果丸 带上它 走 将切碎的蔬果倒入石旧中 现在是一种果蔬的味道 结合在一起 反复冲倒 让味道充分融合 丁大厨又拿出了一味特殊的食材 老糟啊 老糟 当它划笑 它这个老糟吃到口里面 它起到了一个 拿舌不拿喉咙的作用 老糟的加入 即便于蔬果酱发酵 还能让辛辣的滋味变得更加柔和 此时的黄金酱 还需低温发酵一周才做完成 这种黄金酱 的 这种黄金酱